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今天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我們泥底王風煙四起 昨天贏馬而回,輕勝而回 擊敗一眾泥底好手 這隻馬,苗麗德賽前都訪問 劍指沙地大賽 風煙四起,本來是96分 苗麗德預計,這隻馬贏後 會加到106分左右 馬主說,苗麗德對這隻馬非常有期望 有遠大的目標 希望練馬師可以為這隻馬爭分成功 以取得明年全球最高獎金的大賽沙地杯的資格 他們都很明白現在這隻馬都未夠分 仍然需要再進步和努力才有機會去遠征 王智行說,風煙四起 自從上一仗跑到1200,跑到第二 苗麗德已經把目標放在金牆 再加上二檔,又有莫雷拉 對這隻馬都很有信心 終於贏馬而回 說一說,苗麗德是一個很喜歡不賭錢 欠獎金的練馬師 這個沙地大賽適合他的胃口 因為總獎金高達2000萬美元 即是1億5000萬港元的1800米沙地杯 風煙四起都贏到1650 相信路程方面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這隻風煙四起 現在的評分 就要再找一個適合的路程 才得手之後 才能夠分獲邀 這裡就看看練馬師怎樣部署 我們都希望這隻馬可以為港爭光 這隻馬都是一個正氣的馬 轉去苗麗德 長長逢出必拼 短有拼,長有拼 對我們馬迷來說 真是一件好事 這隻駱多福 出賽這麼久 這隻駱多福 只有兩廿兩季 昨天隔了很久 受傷後初出 這隻馬曾經缺陣七個月 何良安排這隻駱多福 昨天跑頭場 結果 一放到底就贏馬 何良就說 駱多福今場可以打開勝利之門 他真是非常開心 這隻馬曾經跟見有個問題 他非常感謝馬房的伙計 令到他很用心去照顧這隻馬 另外他發現駱多福特別來跑新鮮感 因為這樣他刻意安排賽前 不試襲 特意不試襲 只是快跳幾課 儲足新鮮感 去應付今場賽事 大家都知道 吳定強是用這一套手法 將馬不粗 儲了一招 河良也有 舊時艾倫也有 我記得艾倫那隻 那隻貧貧的 被我扔了四十多倍 win 有些馬不用怎麼粗 但這隻駱多福 我也有個人盲點 雙橫馬 我總是有點堅固 最後我的位置Q 就被他搞定了 沒有辦法 這隻馬 若然一加貨 河良說會失去新鮮感 陣上會跌枯 刻意放緩的操練 讓中體力才出賽 令他發揮最佳水準 另外河良說 一定要稱讚一讚 毛衍東 騎者衣足 刷騎指示 一出閘打幾邊 讓他擺前走 結果馬就成功取勝 令他 因為他來跑新鮮感 這次贏馬 可能要安排一段時間 才再上陣 我記得 昨天好像延遲停賽的騎士 有 等等 昨天延遲停賽的騎士 應該有 史卓鋒 和毛衍東 史卓鋒也拼了幾隻馬 威風進馬 有幾隻 探險家 也拼了幾隻 毛衍東 就延遲停賽 贏了這隻 諾多福 所以有時候 在報名的圓機 都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至於 田泰安 之前延遲停賽 今天沒有騎士 那隻 蘇布羅 叫做執到笑 今天寧願停賽 就不寧願上次提早停賽 就特地今天停賽 那這隻 就差不到連接 所以有時候 這些 蛛絲馬跡 雖然 有時候 這些究竟 是否事實 是否事實 是否事實之全部 只有一個故事 但是 有時候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 那 講開 又講 這隻 熊系馬主 G-Lek熊 什麼什麼熊 那些 支持了霍利時 那麼久 昨天終於 都贏了一隻 滿冠熊 這隻 北半球馬馬主 就說 上季未適應 今季 開始成熟 希望會再有表現 這隻 滿冠熊 霍利時 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排米表 一出之後 他覺得如果滿冠熊 這場 贏不到 他會非常失望 這樣說 因為他今場 有個好騎士 莫雷拉押陣 又有二檔的幫忙 我都很有信心 當我在 見到賽事舉行 他都很擔心 為什麼呢 嘩 昨天塞車 塞到離譜 如果看回我今早拍的影片 昨晚已經做了 那麼 好多馬都塞車 因為 學驚莫雷拉 都在直路沒有位 幸好人馬 最後順利取勝 令我鬆一口氣 這麼說 昨天這隻滿冠熊 我在Facebook那裏都說 信心 鬥志一定有的 這隻馬 為什麼呢 常袍福滿 特地去報場千二 這隻滿冠熊 免得報一堆 連上次賽事 我在影片的賽事報名 玄機那裏都說了 第一 剛剛出的那條 就 庫萬家 還有那隻 不記得什麼 兩隻 這隻滿冠熊 也是 洋路馬 就受贏 那隻叫快樂歡騰 快樂歡騰 也是 變了 有時候 在蛛絲馬跡那裏 都看到 連馬斯的部署 行不行 當然沒有人知道 但憑他們這樣報名 你可以看到 馬就是有鬥志 至於贏不贏 連馬斯都說不肯定 因為都怕找不到位 對吧 講開又講 貝利斯一開季 做了一隻明月聲輝 終於 苦戰到昨天 才有個法財先生 再贏馬 文家良問 為何會用貝利斯 文家良就佛系思想 佛系思想 這次是我主定 找貝利斯騎 法財先生 他覺得大家都 心有靈犀 一點通 真的很佛系 促成這次的合作 幸運 交到頭馬 文家良今季五場頭馬 都是用不同的騎士 用人講返 這次法財先生 贏 可能是幫貝利斯 續牌的救命草 因為貝利斯的牌 是12月到期 現在只有兩場頭馬 文家良又說 法財先生 上季尾流完避血之後 就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然後他見到他 在黎地市集的時候 走勢理想 後勁不錯 所以部署他在黎地 終於都贏馬而回 昨天這個黎地賽事 除了剛才那隻 樂滿家 法財先生 風煙四起 這些都是曾經有些傷患的馬 昨天部署有三隻都贏了馬 所以有時候 在黎地出擊的馬 會不會跟那些馬的腳步 都有些關係 我相信都是有些關係 這隻法財先生 其實在賽前 都試了一貨集 特地兜個大外檔 這樣衝上來的 爆爛成功 文家良 是一個有料的 列馬斯 不過上兩季 比較低沉一些 曾經都是在阿摩那裏 學習學習的 金櫃我相信 是他再把握一些機會 爭取一些佳職的時候 講開又講 大家都知道我 除了苗禮德之外 我都比較喜歡 徐宇石這個列馬斯 為什麼呢 鬥志鮮明一些 不理好丑 總之博得就博 好像那些 紅方進區系 我都輸了WIN 但是人家都是博 輸了一隻吸收的 樂滿家 沒得說 回到來叮叮叮叮 成堆雷 輸了就輸了運氣 徐宇石這隻棋風 昨天一隔一場之後 又贏馬了 小弟都中了一點 這隻棋風 前一次千百米 萬步速贏馬 今次泥地千百米 又是萬步速贏馬 前段沒有 徐宇石說 前段沒有受到對手的施壓 可以令這隻馬慢放 另放不斷 結果在黃浩南 扯放扯留之下 再一次偷襲成功 這隻馬都是馬場的奇怪事 奇怪馬 這隻馬越贏越好分 今次有藍莊瑞寶被人塞死 另外有幾隻對手 都制御不好 發揮不到水準 令到棋風有機可乘 事實上這隻棋風 現在已經五角五角 弄了六個贏 毒贏的倍率越來越高 頭三贏順著 5.3倍 5.6倍 8.7倍 去到上季 13倍 前一次22倍 今次42倍 真是一隻神奇的 懶殺手馬 好了 今天和大家吃的馬場花生 就是這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有排位 要繼續為大家 做好一些資料 提供給大家 希望星期三各位都有好的收穫 多謝大家 拜拜